太危险了 三十多层的高楼 一百多米 几个工人正在高空作业 有人竟然拿工兵产 把人家的安全绳给砍断了 这简直是谋杀的行为 据百姓关注报道 最近重庆一小区发生了这桩奇葩事 重庆这个小区 外立面的瓷砖有脱落 所以物业部门可能考虑到 如果将来再有瓷砖脱落 造成人伤物伤就不好了 因此他们请了专业的人 高空作业 逐一检查一下外立面的瓷砖 几个工人师傅来到楼顶 架设了安全绳 然后拽着绳子爬到楼下 一层一层的检查 谁能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该小区的一个业主发怒了 他表示说楼顶是他的私家花园 他平时有大量的花花草草 种在这个楼顶 结果呢 你这些工人高空作业 又要加安全绳 把他的一些花花草草给毁坏了 他特别的生气 咱们这么讲吧 首先那个楼顶是公共区域啊 你怎么能说是你的私家花园呢 而且即便施工的工人在操作的过程中 把你的一些花花草草损坏掉了 人家不也是应物业的要求来检测整个小区外立面吗 以防止瓷砖大面积脱落 造成人伤物伤的吗 即便真的把你的花花草草损坏了 你能不能等人家工作完了之后进行协商 我估计人家赔偿给你也是有可能的 但没想到这个业主啊 竟然拿着工兵产 不由分说的 直接挤下子 把一条安全绳给砍断了 当时几名工人啊 正拉着安全绳在高空作业呢 你这样的行为简直是谋杀呀 幸亏楼顶上还有一个安全员 而且呢 这种高空作业呢 都是两股绳 双绳保安全的 所以他砍掉了一根 那一根还存在 没有造成人伤 但是你这个行为也是太危险了吧 如果没有安全员 如果只有一根绳 那是不是那几个高空作业的工人 立马就要从一百多米的高空掉下去呀 这位业主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你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花花草草 你能不能等人上来再跟人家协商呢 更何况这个楼顶根本就是公共区域 根本不是你的私家花园呀 报警之后 在警方的协调之下呢 这个业主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表示道歉 而且要对这个施工队进行赔偿 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太轻了呀 你明知道人家工人师傅们正在高空作业 你明知道他们赖以为系安全的 就是这根安全绳 结果你夸夸几下给砍断了 你这和谋杀没有区别呀 我真是建议当地警方 是不是应当好好介入一下这个案子 到底这个人的这个行为 到底应不应当被追究刑则呢